上次說到那個田狗被銅之柱拘禁已經多日了 她的老婆賴死貓確是忐忌不安,上喘下跳 經過多番奔波,找來三名無業遊民幫忙她做證明 賴死貓給了足夠的銀兩三個人,要他們為田狗作證,證實鴨仔郎是田家的祖業 童之大人接到那三個人的證供之後,又再一次詢問那個田狗 既然鴨仔郎是田家的祖業,為何還要假務地契呢? 田狗的回答說,由於原來的地契被蟲蟻鑄爛了 怕自己手上無憑證,所以私底下仿製了一張 楊彪的本意就是想通過尋找鴨仔郎屋主去陷查賞曲郎的老闆 誰不知現在節外生枝便變幻莫測,又冒出田狗的假田契禮 幸好現在按照這樣的人證物證,證明這個地契來龍去脈也是清楚的 其實,其實,童之柱對這件事也不想再疊疊不休地追查下去 就考慮將田狗釋放 不過有個前提條件,就是要田狗協助童之柱盡快查出賞曲郎的老闆 再說,你田狗本身就是僑庭鋪公所的地堡 這些雙風敗族的事發生在你的地頭 那你說,是不是應該負全責呢? 田狗沒有話可說,就唯有答應了 離開了童之柱之後,田狗就趕快去找雞殷了 儘管雞殷還不知道二表兄假冒田契那件事 更加不知道二表兄因此而要供出賞曲郎的老闆來 但是,他對二表兄的反覆盤問非常反感 甚至還罵田狗出賣了他 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你罵我,我罵你,互相指責之後 就好像貼錯門神那樣不歡而散了 歐大夫知道田狗釋放了,立刻就上門來 要地堡退還鴨仔狼的屋金 田狗見到歐大夫,就好像老鼠見到貓那樣 凍朵西藏多方迴避 因為田狗說到尾都不想把那些錢退回歐大夫 後來歐大夫就聯同多位大灰堂的老鄉生 一起向田狗施壓,多方催促嚴厲抗議 田狗才不得不答應退還 一個月之前,田狗為了還清那一筆不可告人的債務 將出賣鴨仔狼的錢已經花了一半了 所剩下的銀兩又落了她老婆的手上 她老婆賴死貓,是人都知道黑薄的了 正所謂孤寒女人愛財如命 賺了入袋的銀兩,有什麼理由賣出來給你呢 兩夫妻罵了幾場交,都沒有了夏敏 田狗卻是左右為難,走投無路 唯有去找大表兄相助了 她的大表兄無良 已經知道她假務地契那件事了 對這個二表弟獨霸鴨仔狼的行為甚為不滿 田狗亦自知理愧 在大表兄的面前,十足一隻被人打逼的狗 垂頭得耳,低聲下氣 任由大表兄怎麼鬧都不出聲 鬧歸鬧,無良始終念在老表之情 就同意借四百兩黃金給田狗 但是限期一年,而且利息還很高 田狗向大表兄借到了四百兩黃金之後 馬上還給歐大夫 這一日,歐大夫來到通濟橋找到零一通 打聽才子幾時結婚那件事了 零一通就說 鑒於墳江十六郎不願還續回家 倫老太野現在是神水不佳,身心欠妥 所以奮旗仍然要拖延 這位才子和歐大夫交談起自己的婚事之後 就轉移話題,扯到了他的通濟橋伴之夢裡 歐大夫從延談裡 就得知靈才子想把梁亭後面那口魚塘 改建成為金魚池,供遊人觀賞 於是歐大夫就匆匆告辭了零一通 又去找那口魚塘的業主 一口氣買下了那口魚塘,準備送給才子 才子知道了這件事之後 他是非常感動 但是他仍然堅決拒絕不肯收魚塘的地契 他認為他只是想把這道風景線建造起來 並不是想把產業據為己有的 很快趣,金魚池改建工程就動工了 池塘內圍砌了石機 池塘的底鋪滿了沙粒和鵝春石 池塘的四周圍也砌建了石欄杆 池塘的中央也樹起了一座假石山泥 說開又說真是巧 就在金魚池建成的那個夜晚 楊彪大人發了個夢 他夢見同枝柱花圃內的金魚池 金光灼灼,池水翻動 一條一條的金魚 雜時之間飛躍天際 一直飛到通濟僑盤那口金魚池裏 楊彪大人醒了之後覺得很奇怪 他爬起床來,一個轉步衝到花圃前 看看他的金魚池 他發現,池塘內的金魚 是顯得惶恐不安的 於是,他就馬上坐轎去通濟僑盤看看 哎呀,一口暫身的金魚池 竟然出現在他的眼前 當楊彪明白一切之後 他找到了靈一通 對財子是不絕稱讚 靈一通馬上解釋說 這口池塘是歐大夫的產業禮 他只不過是稍作修飾 就是這樣解釋的 然後楊大人就告訴他 就說他已經決定了 將自己在銅支柱花圃裡養的金魚 全部送給他 放在這個金魚池裡 楊彪把自己衙門裡的金魚放在這個金魚池裡 這件事本來是微不足道的 銅支柱的書利為了施行他的妙計 就抓住這件事來故意大做文章 楊彪找到了田狗 要田狗聘請了一對羅古貴樂班 等到楊彪放金魚的那一天 就在池塘邊大吹大吕 並且叫田狗請來石黑工匠雕刻石碑 樹在金魚池的旁邊 然後無良就將卑聞遞給田狗 叫田狗去觸辦 卑聞就由無良親自撰寫的 池內近千金魚軍事名譽 為佛山童之柱揚彪楊大人之寵愛物 為鄉民得以觀賞奉獻於此 劉芳白洗 Ethan 946 珍愛銀白金莊劇場 五百日的聽覺精彩 田狗看完悲聞之後就說了 大表兄 你這樣就是為楊彪大人塗之抹粉 無良冷笑一下就說 我這些不是塗之抹粉 我是演戲 這齣戲是演給楊彪楊大人和零一通才子看的 我要來個玉琴仙宗 等楊彪飄飄然的時候出其不已 下面的事就交給你做了 我幹什麼 還要說什麼 還要說什麼 當然是叫你落毒 毒死金魚了 大表兄 此話何解 到時候 你看到我 你不用親自出面 你也派個手下 將這包藥 砍到金魚池上 這樣 那些金魚就 大表兄 真是妙計 妙計 不過這樣 這件事 還是叫三表弟雞卵派人做好一點 我現在出面不太方便 怎麼樣 二表弟 我交給你來安排 你叫誰做 你自己去 記住 無論叫誰做都好 一定要乾手正腳 知道嗎 知道了 二表弟明白了 我們三老表 合演一出好戲 到時候 叫楊彪和零一通 來個樂極生悲 嗯 這次你就聰明了 我要製造 銅枝大人的燒餅 製造通濟橋的燒餅 製造流傳千古的燒餅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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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 無量交了三定黃金給田九 兩個人就分手了 好了 再講楊彪摘定了吉日亮神 將銅枝座內的所有金魚 送到來通濟橋本的金魚池裡放生了 半運近千尾金魚 當然需要顧請魚龍 水香魚龍 當鑽著魚花的時候 技巧是十分講究的 淡乾又堅又銀 莊羽的兩個木桶 又淺又闊 搬運魚花的時候 那條腰要扭下扭下 每一步都要腳欠落地 那條淡條韌韌韌韌韌韌韌 但是那些魚 就一點都不能夠受驚 那些水也不會躺舌 哈哈 真是很高技巧的 銅枝座這次搬運金魚 就是按照運送魚花的辦法來進行的 十位魚龍 各人擔著兩個魚童 正所謂浩浩蕩蕩 有如仙女堅挑花攬排列成行 儀太美妙阿羅多茲 黑有卑聞的石碑 已經樹立在金魚池旁邊 羅古貴樂斑 也敲響了羅古奏響了樂曲 其實 零一通對那塊石碑 以及羅古貴樂斑 是毫無興趣的 鑑魚這一切都是同知處和曝公所安排的 唯有增隻眼閉隻眼 四方的鄉民民風湧來 確是嬉嬉樣樣熱鬧非常 楊彪的轎也到了通濟橋半 他下了轎 書利和地埔馬上迎上來 向楊大人拱手致禮 楊大人 今天真是深花露放 微飛色舞地走到池塘邊 他見到那塊石碑的時候 就停下來細細閱讀悲聞 看著看著他就皺起眉頭說 卑聞所暈 賢哥其實幾條魚 怎麼能夠流芳白勢 無量就走到他的身邊說 楊大人過謙了 楊大人功德無量為萬民所敬眾 立此石碑是佛山鎮父老鄉親提議的 是嗎 是呀是呀 這時候的田狗也走過來捕了個宮說 楊大人啊 立此碑是名實相符的 楊彪看著他們兩個 確是心潮起伏 開始五體飄然起來了 這個時候的楊大人 對這位書利和地保的懷疑指責 全部燃燒雲散 沒多久 就是放雨儀式開始了 那幫魚龍啊 一個一個手持木殼 致如流昌那樣 將木桶裏面的金魚 一殼一殼放入金魚池裡 正所謂魚牆壁水相互兮兮 又像萬子千紅的鮮花 飄蕩在水中一樣 放完金魚之後 楊彪大人就要告辭了 那些鄉民呢 也都逐漸散去 黃昏時分 金魚池的四周圍 還有很多官魚的人群 靈一通捐入人群看著 咦 歐大夫和古王也都站在那裡看魚 歐大夫看到靈一通 高興地把牠拉到自己身邊說 財子呀 真是未災未災呀 你心中的畫圖 已經掛在這個天地之間了 古王也都說 沒錯沒錯 真是妙災妙災呀 小時候 老夫就聽大人說過 說這裡曾經有一口金魚池的 後來由於戰亂和災坊 才變成了養餘堂的 哈哈哈哈 如今 靈才子又將這個金魚池建起來 啊 真是妙災妙災呀 靈一通說 正所謂無邊落木燒燒下 不盡長江滾滾流 啊 一千數百年之後 我相信我們這條通濟橋 風景一定還會大變的 或者會變成仙境 又或者會變成荒地 人生代代無窮矣 光月年年 指相似 千百年之後 儘管風雲不斷變幻 但是我始終深信 佛山人心中的通濟橋 是永遠都壓立不倒的 三個人又傾又說的時候 風車婆來請靈一通回去吃飯 靈一通見到兩位前輩餘興未盡 索性就請了歐大夫和古王一起回去同盡晚餐 近年來 儘管古王每個月都來到通濟橋伴 但是今晚呢 才是他第一次搭進店鋪裡 也是第一次和靈才子歐大夫一起同桌吃飯 他覺得今晚的飯 每一口都是這麼香甜 這個時候 李彩蟬捧了一碟清蒸魚進來 放在桌上 當他擺碟的時候 右手背上一塊比花生米大一點的胎子 就映入了古王的眼簾了 咦? 手背上有胎子? 雜時之間 古王就想起了一段往事來 究竟古王想到的是什麼往事呢? 我們明天再說 第三次 請將當時 稍後 阿尼 能怕 現在 啟動